新北市大概有80%的地方都是山 那这些山我们只要搭一趟公车 火车甚至捷运 就可以接近它了 新北市的山比我们想象的 离我们还近 今天我们就从树林出发 接近这80%的其中一座 我们出发 树林车站前面的树林传统菜市场 就是现在我后面这一条 长达一公里 这一公里它不只是在地的农特产 同时还有的是南部来的 北部来的那种精彩 就好像是一个嘉年华会 我认为是新北市的微笑三线 那个最上扬的微笑的那个角 其中之一就是树林传统市场 到底它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看 来 选择了 选择了 你这个是苹果丝瓜 在这个树林我们就喜欢买当令的 在地的 有特色的食物跟食材 其实买是一回事情啦 最主要是交朋友 这边的市场啊 非常的乡下的情感感觉 虽然在大都会 但是有乡下的情感 我们这里比较有人间味 对 比较人间味 阿拉就比较人间味 这叫做蝴果丝 它跟绿竹笋不一样 它是绿竹笋的变种 台湾的本地的 另外呢 旁边的这个叫做马族 马族藏的是做孙瓜 这是拿来吃的 这是它的好处期待 在地 当令 而且是县娃 阿公现在县娃的 所以 大家都想着想着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竹笋粥 芋头粥啊 是我最喜欢的 竹笋跟芋头啊 都是在地的 它在在地买的 然后在自己煮的 就在地的食物 在地的早餐 来这备刷 最高兴的就是 吃到在地的东西 如果是我 我就是买一碗竹笋粥 芋头粥 带到山上去吃 这样的话就不会 吃完了走不上去 阿这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问题这个是 它卖光的 然后竹笋粥也卖光了 都不要玩 都不要玩 玩家都只要是 都不要玩 不要啦 不要啦 你常常都要拼完后 大家又拼完后 我刚刚的文字 就拨了都不拼完 真好 生理好得这样 新北市的山境最大的特色就是 泥土山路特别多 这个是我觉得它浅山里面一个 最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这也是新北市市民最大的幸福 能够走在泥土路上 尤其是对上班族来讲 你可能一个月 甚至一整年 你都没有踩在这种泥土路的机会 然后走在这个浅山 它最大的特色是 我们走这样一路 你会遇到一些山友 那你会注意到这些山友 跟我们去爬高山 是比较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那边穿的大部分都是 正式的登山品牌 或国外的品牌特别多 可是在浅山这个地方 你可以穿着很随便 运动衫 短裤 穿个球鞋 也就可以来爬山 基本上浅山就是加山 一个就是好像你打开你家后门 出去运动两个小时就可以回来 这就是浅山的特色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青龙岭 这个地方是我们从树林车站开始爬大洞山纵走 第一个登高望远的地方 视野最好的就是这个地点青龙岭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坐很久 然后一边就远望着我们的大排北盆地的南端 可以看到新庄 树林 板桥 新光大楼还有101 我们现在看到台北大部分都是从北边 从那个阳明山那个环境往下望 所以从这里看你会有一种新鲜感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最漂亮是四五月 五月是铜花季 然后之前是香丝树的黄花季 还有一个就是酸藤粉红色的 四五六月那颜色是会变化有层次的 看到的内容跟风情是跟我们在其他山区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稍微认识一下这个地方的花的每一个季节的时候 其实非常享受 我们刚刚从青龙岭下来 现在来到了这座百年车站三家车站 这座车站或许是最精彩的一站 每次看到这个小站都会特别的遭遇 我几乎每一年都会来两三次 就觉得在台北像这样的小站已经找不到了 然后以前来的时候 那个天花板那边还弄了一个 防空警报图 那时候就在想说奇怪三家为什么 这么小的站为什么会有飞机也要来炸它 后来读例子说哦 恍然大悟 原来这里以前有煤矿 你只要一个车站有煤矿 通常都是飞机会想要攻 或说军事重力啊 类似军事重力就被攻击 所以三家车站我是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它 我们现在如果往后站去走 应该就可以找得到那个以前的 空袭警报要疏散的那个防空洞的那个 空间啊 地理空间都还存在着 大家来的三家车站 不要只是看老车站而已 也许也可以去看一下 防空洞到底长什么样子 三家车站的风水非常好 因为它是背椅着牛蒲山 然后旁边还有这棵我非常喜欢的木棉老树 以前老房子 老车站 老树 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标特征 我们今天从树林车站一路这样走走走 可以在很多地方下来 我们今天选的是最轻近的最短的一站 直接下到三家车站 这条有一点点像走过一个时光隧道的浅山之旅 然后穿过了80年代甚至到70年代 我们下了那个刚刚的矿坑啊 感觉那个地方的环境就有点像70年代 80年代的那些小农村天原的景观 这是走到这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今天这里虽然是我们的重点站 但它是新北市微笑三线的起点 你也可以从这里出发 乃至于从鹰哥这种陶瓷的一个红砖的一个小站出发 都是很美丽的一种旅行的方式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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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